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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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房放題 絕密放題 這個名字是我老友幫我改的 那時候我第一次做 馬房絕密 每天馬房絕密 馬房絕密放題 為什麼今天會找大飛做呢 因為我剛才 5、6時那時候 當然收到馬房料 我要做這個聖頤 因為現在我最慘的拍片 大飛有少許嘩苦我 因為現在我拍片最淒涼的 原來我訂給大飛 我的影片已經拍了 10分鐘 6分半鐘 然後那3分半鐘 再拍 所以第一次 我做馬房絕密 大飛收到 我的影片 6分50秒就停了 所以再拍三分鐘 他就說我的手機舊 其實不是 我的手機也很新 不知是嗎 價錢便宜 3千多元 因為我們不需要用這麼貴的手機 因為我也是差不多半個盲人 用手機 其他 其他功能 我是不適用的 所以 拍這段影片的時候 就拍了大飛就最好 剛剛弱光光 有人對答 就好像時間比較容易過 現在有兩個馬房未開齋 一個是尤達榮 一個是黎超聲 尤達榮已經開了齋 他年年歡呼 輸半個馬位 如果開了齋的話 就招下黎超聲 這個是紐西蘭近幾十年 最厲害的年馬師 一季贏 但來到香港 他最初 是來什麼季 應該是第三季 第三季 第四季 應該是首兩季 成績都能保持到 還有很多難度高 馬虎的手上都能夠化腹瘤為神奇 不知道是不是 他的態座 掃完嬰兒之後 可能沒有人教炮 所以這季的成績 非常令人失望 另外一個原因 我們昨天也說過 就是他的手PP PPG不行嗎 那十幾隻 自救馬 就是PPG和PP不行 導致這個馬房的成績 陷於低潮 其實也急到賴 簡直是紅色警暴 以你的級數 是的 輸下一隻 輸下一隻的話 那些人會走 那不是的 但是自我安慰 那麼多屆 半軍練馬師 現在只是贏了十幾塊馬 贏了一場馬 別人說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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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人的根基打得好 你的根基就剛剛 就生了小條根 就還沒拿到實 是的 那些叫什麼 老樹盆根 還沒拿到實 但是這個星期 我收到封 看來黎智英 極有機會打開聖門 其實幾隻馬之中 我收到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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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較為看得到 第四場五號的聯歡儀 這隻馬 其實上次初出 我們已經有部分行家 挺喜歡 那我就特別看看 他的神科 那神科是看電視的 我不會去沙田馬場 是不是 看電視看得到 最會不會看 你看電視看多幾十次 我就覺得這馬 新草未上來 再查查這隻馬 他曾經做過移除碎骨手作 這個手術可大可小 一般來說 逢是做過碎骨手術的馬匹 聽馬範手術說 那個警察壽命都不會很長 起碼最基本來說 每場賽事上陣 他不敢馬範不敢把這隻馬 所謂辣粗 推到這隻馬上頂點 最多都是八成、九成馬 只怕他逼得太緊 一拼一聲 那就拜拜 所以一定是親著做功夫 但這隻馬 他們說這隻馬有質素 一定是超四班 一定是超四班 他的同系都挺好的 有一隻呂敬威馬房 跑到上二班 上次足以輸了的水晶酒杯 另一隻跑到這個法庸谷 有挺好的 看血圓是不錯的 最難得這隻馬復活之後 一直有很正常的操練 沒有缺貨 我看這三貨八百米的走勢 輕鬆、爽朗、有勁 最難得是模式很漂亮 以及收聲過補很漂亮 我認為這隻馬三班 四班必超 看看這次比較好 有機會幫人超升 爭取到今季第一場頭馬 難得這隻馬可以這麼快又出到 就是這隻腳患馬 跑完回去一次 唉呦 這隻腳又不太行 可能休息一個多兩個月才再跑 不用了 現在休息兩三個星期 再操練四課 又出來跑得下 還有開的那些時間 當然不會快到二十五秒 但也有二十七秒內 其實已經是正常功夫 如果說狀態 個人狀態 評論這馬的狀態 八成半 一定比上次好 上次七成 但上次已經是 交出他應有的速度 以質素來說 我不是四班大超 一定是超 看看這次有沒有機會 最重要是有價錢 所以我認為這隻聯歡儀 極有機會幫黎超升 打開今季第一次勝利超門 但在明天晚上的賽事來說 黎超升都有兩隻不錯 那一隻就是 第三條有一天 極速滿盤 我記得這隻馬 去年那座勝利Walk Up 還有兩個 反骨仔在同時 我當時請過梁委員律師 老友記 上來做了兩個特輯 梁律師現在就 好像律師 沒有什麼興趣 全力銷售中山的一樓 不知道銷售成怎樣 希望梁律師就設定好一點 生意興隆 我最近也沒有見過他 原來這隻極速滿盤 是他律師樓的partner 大飛你也是做律師樓的 律師樓的partner 那場賽事都誇張 五班賽事搬盾 贏到枉得跑 一條直路 就知道五個多馬位 五班馬贏馬加十分 好像我記憶所及 不是鳳無倫國 應該是沒有的 接近很難啊 應該記憶所及 不可能會有 如果大家查到有 就明天在現場留言 只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那些虧分跑的馬 即是二十分 二十分樓下 突然贏兩三個馬位 那就加到他十幾分 因為他虧了榜 但五班很少 可能他贏的距離很誇張 但是呢 我就有一點疑點 因為潘頓去年 五班大勝那場 體重一千零五十多磅 那麼他 第一個回合已經跑了 第一個回合已經跑了 楊千二斤跑了 那場有隻什麼 有隻包裝猛將 現在三班都贏了 每個人都看見包裝猛腳 全部都跪下了 聞到一股鎚都害怕 那場再次當作 課了快功夫 但是今次公佈的體重 就是一千零十五磅 輕了七磅 比起潘頓贏的一場 一千零五十幾磅 好像跌了幾十磅 但是大家 如果再翻查這隻馬 在法國攻擊 一龍龍靈威贏的四場馬 其中有一場的體重 一千零九磅 看來這個一千零十七磅的問題不大 不正如大飛所說 有對手 但是這次的檔位仍然是好的 看看有沒有機會 在黎超聲 另外一隻有機會 幫他開鎚的馬 好像在感覺 排面方面 好像低一點 但是跑馬沒有高低 就是昨天大飛 唐筆掉 那些賠償率 就是冷酷的那隻 那隻什麼心聲 信心聲這麼多 也知道什麼事 也知道什麼事 其實他的第三個是極高信心 跑多一磅應該第二 所以極速滿冠也有得考慮 那我就沒有機會找梁律師 有機會 如果是遲兩天 不 如果是禮拜三 早上WhatsApp 他問他的partner 對於這隻極速滿冠的看法如何 但是那場真的很誇張 我記得所及的 真的五班馬很少 贏馬加十分 另外一隻 今次用了報紋杯好一點 就是 第五場 第五場那隻 是葉寶居 上次 好像田達上次跑那場 大家知道 十個零幾位置 二十幾 他跟前中段都立得這麼厲害 一路逼 他一檔 一路逼 他回來 不是輸得很遠 那場馬步速 有一點快 46秒 前中段 他逼得很厲害 他可能不習慣 跑得這麼快步速的賽事 這次極力的報紋好一點 因為報紋也試過 跑這隻馬跑後 想輸一點點 看來這隻馬 他跑起來的掌握性更好一點 近期的報紋手風也很順 所以星期三 即是明天 明天 黎超聲 正常都會開齋 要開齋 如果明天這三隻馬 其中一隻 贏不了 也 無語問蒼天 即是那支歌 無語問蒼天 但是跑馬就不會這麼算 齋一定一定會開齋 不行 就先去吃個齋 先去買齋 做齋鮑魚 酸齋 摘體的吃 齋一定會開到幾時 但是我明天就收到封 這個馬房就認為 有一隻冷門馬 極有機會贏馬 就是第四場五號 做過異趣 碎骨手續的一天 連歡兒 這隻馬 大輝有研究 這馬的質素 你怎麼看 我覺得他其實 是一隻 獎相不錯 不過他覺得腳不行 腳不行 就很難搞 不過 你看到他有這樣的出賽頻率 正常回 之前有試過 整年沒有跑 十二個月 對 要搞很久才能出 他應該 按照計 有一場就跑一場 你都不知道下場什麼事 這隻馬 今天不知道什麼事 對 跑一次一次 這些馬難得養到 這個馬有些卡的事 我最難得這個馬 是復貨組 三貨八百米 給我的印象 一貨比一貨好 計算 一定比上場好 這次 這隻馬 真的 老奴爭 看看是否一隻 實力方面不錯的馬 大飛 我們未來好像搞過新節目 叫那些隱世高手 拍一段兩分鐘的影片 介紹他們 有什麼心水 現在的情況進展成怎樣 暫時 大家好像還沒那麼踴躍 那 都是 如何留下影片 最簡單 第一就是 好像在Youtube社群的帖子這樣說 要不就是 WhatsApp給小弟 已經有電話號碼 另外可以傳email 到我們台的email 這兩個方法 應該對大家最方便 總之兩分鐘 見你的樣子就可以 見聲音就可以 聽聲音就可以 見樣子就可以 沒什麼所謂 為什麼呢 我昨天已經說過 一位成功二位弟子 我們需要休息一下 譬如你們錄片的時候 我們大小便 都要搞一搞 有兩分鐘時間比較好 到時候最好有三個 三個六分鐘 對不對 所以希望大家 應該挺好的 大家如果有什麼好碼 就推薦給勝利台的朋友參加 因為每個人的介紹 和每個人的上碼 計碼匹的機會都是不同的 總之隱世有很多高手 隱世有很多高手 天外有天 另外星期三 就說 Ki Sir會想來做 我們的客席 我們曾經有一個 留言的朋友說 希望 拿到我和Ki Sir的親筆簽名 我們已經做了十多份大字馬經 我和Ki Sir和我 有親筆簽名 到時候如果大家想拿的話 就可以 聽大飛剛才那個 一是YouTube 一是你的電話 就留下你的地址 我們到時候就會寄給你 不是專人 不是電視台那些專人 和你通過電話 總之 總之 我們就會 由其他地方寄給你 總之 十份 十份至十五份 先到先到先到 OK 今天的馬房絕密放題的時間 又說到這裏 十二分鐘 十二分鐘 希望大家 明晚能夠大莫全勝 因為明晚我覺得 那些馬 都不好賭 不好賭 獨草 從來都不易 看看如何 還有第二天的場地會好些 第一天就很頑皮 第二天的場地 頭髮時間好些 好了 馬房絕密放題的時間 到這裏 跟大家說聲 拜拜